本院同仁 多次暴起暴落 市值蒸发三兆 九百万股民每人 损失财产三十三万 而证交税正更让国库 损失三百万 三百亿元 造成股市如此不安 而经济表现又那么不堪 的最重要原因 并不必然完全是 证所税的原因 根本就是马政府行政院 无能的结果 4月26日 行政院通过证所税负责案 却不敢送立法院 根本毫无担当 而5月8号 执政党立法院党团 竟然提案暂缓 处理行政院的版本 这是史无前例 根本就形同实质上 对陈内阁提出不信任案 而现在 国民党 府院党团 都不再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这是什么样的责任政治 而今天执政党 只要通过的修正动议版 是在6月4号 财政委员会审查中日的时候呢 从上午修正动议 下午傍晚晚上 好几次的修正动议 根本没有理念 也没有理想可验 依照现在这样的修正动议版 8500点以后才要开始课征 这是全世界唯一伟大的发明 这算是证所税吗 根本这是有名无识 而且 在第二阶段104年之后 在卖出10亿元的股票 才开始核实课征证所税 要是他卖出9亿 获利1000万 却完全不课征 这符合有所得 就课税的原则吗 从各方面看起来 国民党的版本 不但不符合公平正义 也不符合量能课税 更是违反有所得 就课税的基本原则 因此 我们认为今天 在这边沉重的呼应亲民党 我们在野党都要求 把按照立法院之前行事法第九条规定 把今天要审的第二案到第五案 全部退回委员会审查 制定一部真正的证所税 最后 民进党党团按照宪法征修条文 第三条是规定 提出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案 按照立法院之前行事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 主席在收到这个案子后 不经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费用 预算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